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方养娃,我是主持人常讨 暑假已经结束了,很多孩子们在暑假当中很开心的,尽情的玩 开心是开心的,但是作息和心情也搞得乱七八糟 开学后呢,孩子们就会表现出假期综合症 什么叫做假期综合症呢? 就是说,孩子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前几周都会表现得特别的疲惫 不能适应新学期的日程 有儿童心理研究专家说,所有的过渡都需要一段时间来试验 但他们最终会平息下来 那么我们家长如何帮助孩子们尽快地完成新学期的试验呢? 这里有几个方法,今天想分享给大家 如果孩子不能有规律的按时作息,那么会影响孩子的睡眠 进而会影响孩子白天的精神状态,使孩子难以集中注意力 这样呢,在课堂上的学习可能效果也不佳 所以对孩子来说,在开学前如果没有及时恢复规律的作息计划 不仅会影响孩子的休息,也会影响孩子的学习进度 想要帮助孩子调整好生物中,我们家长首先要做好睡前的准备工作 比如,我们帮助孩子营造舒适温馨的睡眠环境 睡前轻轻柔和的音乐,给孩子讲讲睡前故事 让孩子的精神得到放松,从而进入睡眠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电子设备在干扰睡眠 所以呢,我们尽量在睡前一个小时,把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关闭 给孩子一个轻松安静的睡眠环境 孩子在经历了一天的紧张或者兴奋的状态 这个时候让他们上床睡觉,他们会说啊,我不困 我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 或者说妈妈我要喝水,或者说妈妈我睡不着 看起来这个时候让他们入睡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坚持给他们一个舒适安静的睡眠环境 引导他们进入睡前的状态 孩子们一旦进入了睡眠的环境,很快就会入睡 重点是,我们要帮助孩子坚持每晚都有相同的睡前活动,睡前安排 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睡眠习惯 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后,作息自然就会规律起来 我们还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来决定孩子就寝和起床的时间 根据美国睡眠协会的建议 6到12岁的儿童应该每晚睡9到12小时 13到18岁的青少年应该每晚睡8到10个小时 比如您的孩子需要10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而学校在早上8点上课 那么他可以在晚上9点上床,早上7点起床 当然在计算孩子的目标睡眠起床时间时 你需要考虑到上下学的交通时间 以及孩子需要多少时间来起床和准备 年龄较小的孩子可能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 以及更多的准备时间 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 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进行安排 第二点呢,是家长要帮助孩子做好情绪的安排 新学年开启 孩子会对很多未知的事情感到不确定 比如进了新学校,升了新年级 班里很多的同学和老师都是他之前不熟悉的 所以呢,这种不确定性会导致孩子感到焦虑 班里的同学和老师不再是之前熟悉的那些面孔 所学习的内容呢,也更具有挑战性 这些都会造成孩子的情绪崩溃 所以我们尽量提前帮助孩子做好情绪准备 也就是帮助孩子为即将到来的环境 情绪和心态做好准备 受疫情的影响,开学后孩子们回到学校 除了可能面对不同的学习安排、午餐选择 还可能面临和之前不同的防疫规定 比如戴不戴口罩啊,要不要和他人保持社交距离啊等等 如果不一一梳理,可能会造成孩子的混乱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和孩子一起写下新学年开始要遵循的 所有新规定、新安排,降低孩子的不确定性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和孩子们再梳理一下 哪些事情是没有变化的 这对孩子们来说也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还可以和孩子一起阅读有关新学期的书籍 故事当中的人物可以让孩子产生共鸣 这些对于缓解开学紧张情绪 以及给孩子提供信心是很有帮助的 第三呢,是家长也和孩子们一起准备开学用品 准备开学用品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 会让孩子对新学期增加充满期待 和孩子一起整理书包 教他们如何放置物品才更舒适 开学前几周,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检查背包 并移除那些不需要的物品 保持背包的轻变 背包的重量不应该超过孩子体重的10%到20% 要提醒孩子尽量使用两个肩带 在青少年当中,似乎很流行把背包挂在一个肩膀上 但是这样呢,很容易使肌肉拉伤 同时,我们还要提醒孩子调整背包的位置 使其底部位于孩子的腰部 第四点呢,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提醒孩子注意交通规则 和孩子一起回顾一些重要的交通规则 确保他们上下学的安全 有一些孩子呢,可能上下学会乘坐校车 有一些是父母开车接送 离学校近的孩子可能还会选择步行 那么都有不同的相应的交通规则 我们可以和孩子们一一回顾梳理 第五个家长可以做准备的是孩子上学期间的饮食 研究表明,营养丰富的早餐能够帮助孩子在学校表现更好 注意力更集中,精力更充沛 有些学校呢,会为孩子们提供早餐 有些学校不提供 如果不提供呢,我们家长就可以在家为孩子们准备一些含有蛋白质的早餐 大多数学校都会定期公布食堂菜单 有了这些信息呢,我们就可以和孩子一起 提前计划一周当中哪天带饭,哪天吃食堂 如果你的孩子在上学期间要带饭 我们也要考虑营养问题 比如,每杯12盎司的软饮料含有大约10勺的糖和150卡路里 每天只要喝一罐这样的饮料 就会使孩子的肥胖风险增加60% 所以呢,这些不健康的餐饮 都尽量避免出现在孩子的日常饮食当中 第六点,家长要做好准备的就是 在新学期的开始,我们要培养孩子做作业的习惯 尽量避免在这个时候给孩子安排过多的课外活动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最好不要安排太多的计划 等他们安定下来后,再给他们报一些课外班 这个时候呢,是培养孩子独立按时完成作业习惯的时机 通常刚开学,作业都不会很多,也比较远利 大多数呢,都是一些趣味性的作业 这都是为了激发孩子对作业的兴趣和培养习惯打基础 说到完成家庭作业,家长呢,可以帮助孩子准备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比如可以是他们自己的房间,自己的书桌,或者是餐厅餐桌等等 如果孩子希望家长陪伴做作业,我们可以陪在一旁 做一些安静的家事或者工作或者读书 重点是要安静 另外很重要的就是避免在陪孩子做作业的时候使用镜子产品 孩子在写作业时,家长刷手机 看着好像是各做各的事情,互不影响 其实呢,无形中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很不好的影响 可以说,无论在哪个年一半 孩子在新学期都不可避免的会有各种程度的焦虑或者紧张 那最后呢,我想讨论的一点就是 在这个时候,家长应该尽量避免哪些做法 一定要避免的就是 我要用威胁或者惩罚的手段来督促他去上学 因为这对孩子适应学校和养成良好的习惯一点帮助都没有 当孩子真的在上课连声响起的时候 仍然不愿意进入教室 缠着爸爸妈妈哭闹,不要上学 这个时候,家长可以做的事 把它交给老师,交给校长 当孩子一旦进入学校 校方就对他负起了责任 所以呢,这个时候家长不要有任何的顾虑 也不要有负罪感 把它交给老师,交给校长 就像我前面说的 所有年龄段的孩子在刚开学的这几周呢 都会经历一个适应期 在这个期间呢,他会有情绪的波动 希望您的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